经济利益 11月29号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 这个项目使卡伯和他的学生 通过翻译和研究大量文献 包括掌握中共军方秘密文件 卫星图片以及网上资料研究得出的结论 卡伯认为中国二炮部队已经挖掘长达3000英里 等于由波士顿到旧金山那么远距离的地下隧道 里面暗藏核子弹头3000枚 数量远超过外界推算的80到400枚 这篇长达363页非正式的研究报告 虽然还没有正式公布 但已私下在美国五角大厦与智谷间流传 美国国会甚至有意邀请卡伯举行听证会 美国国防部8月公布的2011年中国军力评估报告 也引用卡伯与学生研究的部分内容 时政评论员武帆认为 中共这样做会使中美关系 以及和周边国家甚至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都会搞得很紧张 你这些导弹3000枚你对谁的呢 你准备是打谁呢 谁会打你呢 如果你是紧紧的为第二次反击 那么你先不打第一枪 你不打第一枪 并不等于你中共不向外扩张 并不等于不向外侵犯别人的利益 武帆指出 就经济利益而言 中国15%的进口石油来自伊朗 中共也在伊朗做投资 并提供核武器 而言 中国15%的进口石油来自伊朗 不向外扩张 并不等于不向外侵犯别人的利益 武帆指出 就经济利益而言 中国15%的进口石油来自伊朗 中共也在伊朗做投资 并提供核武器的技术 双方以物易物 用武器和技术交换石油 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中国今年上半年 从伊朗进口的原油数量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 达到了1350万吨 所以这个事情发光出来 也好 让自人知道 中共它的野心在哪里 今年11月8号 联合国有史以来首度公开 指控伊朗发展核武器技术 并详细地阐述了伊朗 自2003年以来 掩盖并持续研发原子弹的证据 这些证据表明 伊朗研究原子弹 早已超出了他自己所谓的 为了能源以及医疗研究的目标 令国际深感忧虑 但是 对于国际要制裁伊朗核武研发 中共一直表示反对 伊朗武装部队副参谋长 贾沙耶曾警告 以色列如果攻击伊朗 将自去毁灭 而且伊朗的报复 将不仅陷于中东 有文章指出 中共不同意制裁伊朗 不仅出于对自己经济利益的考虑 而且希望利用伊朗独裁政府 在政治上和西方民主国家进行抗衡 美国国防部中国科前科长 史明凯则表示 毫无疑问 中共与赤资挖掘地道 有必要关注并加以质疑 报道说 65岁的卡伯 在冷战时期 任职于美国国防部 四川汶川地震期间 他得知中国大陆的大批缚专家 进入灾区 而且震垮的山壁暴露出大量火泥土碎块 怀疑当地的地下核武器库 可能被地震破坏 卡伯由此产生研究二炮部队 挖掘地道的高度兴趣 新唐人记者 陈汉 唐瑞 王明宇 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